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 K-POP不为爱豆因为伤病不得不停工休养 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艺人健康的担忧 特别是Blackpick 自从去年8月份回归后 在过去的8个月中 他们经历了出道以来最密集的行程 成员们几乎每周都要举办两场巡回演出 中间还穿插着各种采访宣传 还要出席巴黎时装周各种时尚活动 加上来回各个城市的飞行 四人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一直是粉丝最为关心的话题 此前他们在接受滚尸采访时就谈到 由于紧密行程安排和心理压力的影响 成员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一直被推向高压的状态 去年回归拍摄Pink Venom时 因为时间紧张舞蹈要现学现拍 他们就在摄影棚连续拍了四天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 MV拍完后他们就飞网得来参加新专发布会 回到韩国又是打歌又是签名会 随后的视频更是让他们连轴转了两个月 所以那时候彩音和Lisa一直发烧感冒可态 而这次的背伤也需要赤纸疼要贴药膏 Lisa也因为颈伤和腰伤在巴塞罗那不得不取消钢管舞的环节 除了身体健康 心理上所受的压力更是让他们随时都要绷紧神经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说到底 K-POP爱豆真的吃的就是青春饭 即使像Blackpink这样成功的女团 他们真正能赚钱的巅峰期也就五到七年的时间 所以这次视频他们真的就是努力在给自己赚养老费 请 感谢观看